我说我柯文哲都还没下台 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就联合五千 陈崇文涉嫌收贿护航监视器业者 柯文哲第一时间不止怒呛 老早就觉得有问题 更把炮口对准蓝绿 但这可让蓝绿议员相当不满 质疑监视器三媒平宽两百万话速 柯市府时期委外的团队也曾如此建议 花了五千多万 找了台湾市西当技术服务顾问公司 柯市府认为说 他要把它砍到两M的专业的依据在哪里 还原当时状况 北市府二零二年原定新购入的 仅用监视器是两百万话速加两媒平宽 但议会增加弹书 两百万话速要搭配三媒平宽 当时柯文哲怒批改成三媒 一年得多八千六百万预算 议员也质疑柯文哲为了拼省钱 恐怕牺牲人民安全 一些行车纠纷的时候 画质不清楚 也很难去辨识车牌 实际测试 两百万话速搭配三媒平宽 虽然清晰 但物体移动已有LAG情况 若是按照柯文哲主张的两媒平宽 LAG的间距拉得更长 人像也变得模糊 若连话速也降到一百万 画面还直接呈现颗粒状 就假清高嘛 当初假设这是弊案的话 你怎么没有移送法办 蔣市府将原本的传输费率 一次性的提升成三媒以后 才增加了这些预算 今天刻意要将柯文哲拿出来垫背 这不就是其心可意 陈宠文涉滩案 检掉抽丝剥茧 持续调查 但整起案件 虽然横跨三任市长 可文哲八年任期时间最长 恐怕不是怪罪来律 就能置身事外 三立新闻林凯钧 那我们继续调查